06年第五題 運輸處需要開發一個電腦控制系統 讓行人過路燈使用 這個燈是會接收到一些控制訊號 接收之後就會開紅燈或者綠燈 而時間是128秒以下 就是127或者以下 下面一個例子 這個開了綠燈的時間是122秒 而每個訊號將會轉化做bit pattern 0101 或者我們叫做數源樣式 再傳送出去 A 解釋一下為什麼 8個bit就足夠能夠表示一個控制訊號呢 答案就是我們只需要一個bit就可以表示燈是什麼色 例如0表示紅色 1表示綠色 用了一個位元一個bit 另外時間方面 用7個bit 為什麼呢?因為2的power7 是128 足夠可以 就蓋上所有的秒數 而7條1 是等於127 所以7個bit都著了的話 就是127秒 如果小一點的話 全部0的話就0秒 所以7bit是時間 1個bit就是顏色 8個bit剛剛好就足夠了 b 在傳送的過程當中 可能會出現錯誤 怎麼可以偵測錯誤呢? 方法是什麼呢? 答案就是我們可以加入機偶教驗位 以這個例子為例 用的是機數的 Odd Parity 所以要傳送如果8條0的話 我們加個1給它 於是1的數目就是單數了 如果我想要 傳送就是這個 0100001 A字 因為有兩個1 所以要多補個1給它 砌夠 所有1的數目是單數的 相反用 Even Parity的話 就調轉了 我們1的數目是要雙數的 所以這個 已經是兩條1 所以 我們補個0已經夠了 如果3條1的話 我們補個1給它 讓它砌個 雙數的1 於是我們在接收訊息之後 數數這1的數目 單數又雙數 決定它對又又錯 當然這個不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通常用CheckSum的方法去計算 C 當我們完成了這個演算法的設計 另外這個程式編寫 編碼做完了之後 下一步應該做了什麼呢 應該是做 程式的除錯和測試 除錯測試這個步驟 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因為我們想確保 程式寫出來的Program 能夠滿足到用家的要求 而裡面是沒有錯誤的 但當然我們找不到錯就不代表裡面沒有錯 只不過我們還沒找到 第三 在測試的過程當中有什麼重要資料需要記錄成文件 試試舉例子 答案就是 測試用的數據和結果 紀錄 D 這個系統會連接某個網絡 讓員工可以使用 而吳小姐擔心 可能有這個客客入侵 於是他決定用這個專用的網絡 而且還希望加上這個安裝防火牆 為什麼呢 答案就是這個專用的網絡可能會連接互聯網 所以防火牆可以阻止客客入侵 公司的員工可能會偷取吳小姐的密碼 登入這個系統 所以除了用戶的ID User ID 以及Password之外 建議 兩個可以加強這個系統保安的方法 方法就是我們可以用雙重認證 例如 加上指毛 掌紋 紅膜 瞳孔就不行了 應該這個 話音 視網膜 面容 的辨識 另外電子證書 數位簽署 另外可以問一些個人資料的問題 要懂得回答 或者表示這個身份是可以核實到 另外聰明卡 例如身份證 以上一集都可以幫助我們核實到他的身份